在这一边我们知道 number of a 等于 n 乘以 p ok 呃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我们要把它当成是那个 property so 我的 property of a 的话呢 是 number of a 除以 number of 全部 就是符合条件的有多少个 除以那个总数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有36个 blue 的 然后 property of blue 是 35 这个是 property of blue 然后这个是 number of blue 然后它现在要找它的 n 嘛 所以我知道我的 number of blue 是 36 除以 n 等于 35 然后我要找我的 n 的时候呢 我交叉成 所以我就有 36 乘以 5 等于 3n 所以 n 等于 36 乘以 5 除 3 然后拿到的是 60 当然我们还有高手的做法 高手的做法就是 3 乘以 12 它会变成 36 然后 5 乘以 12 所以我的 n 会是等于 5 乘以 12 等于 60 这个是高手的做法 好 来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它有 21个 rate 的 这个是 number of rate propriate of rate so 我要找 n 所以我就 21 除 n 21 除 n 等于 34 然后我都用高手的方法啊 ok 你自己要用那种普通的方法 你自己再做了 28 所以 n 等于 28 然后这边女生 24 propriate of 女生是 47 所以我的 24 除 n 等于 47 64 24 所以我的 n 会是 42 ok 这个是我的答案 当然啦 你刚刚的这一个 你可以把 n 乘上去 去乘上来 是再除下去 来慢慢的找也是可以 同样的 包装 代我知道 好apon